哈喽大家好我是木兰 早春是爱种菜的朋友很开心的时候 忙忙碌碌的做各种准备 不久就要播种了 那么刚刚开始自己种菜的朋友 去哪里买想要的种子呢 最近山药不容易买到 说是被定为入侵物种不允许进口了 今天在 h mart看到了山药非常开心 同时我还找到了羊姜 就拿回来准备着 home depo love's 等芥材店都会卖种子 今天我在rona看到已经开始有种子卖了 在这些地方种子一般都比较全 如果还有你想种但是找不到的种子 就去west coast seas找找看 这是专业的种子公司品种非常全 但是很多种子包装上面都是英文 刚开始种菜的朋友不一定熟悉 最近经常有朋友找我核对蔬菜的英文名字 今天就把我2月种植计划里面植物的英文名字 整理一下 和朋友们分享 首先说一说准备户外撒种子直播的菜 芝麻菜又叫火箭菜 英文名字是Arogla和Rocket 很容易找到 上海青奶白菜等各种小青菜 品种实在是太多了 英文基本上就是统称为Bok Choy之类的 想买哪一种 一般就是看种子包装上面的照片来分辨了 很多朋友想自己种一些祭菜 祭菜的英文是 Shapes Perse 知道名字就容易买到了 菠菜叫做Spanish 卖种子的地方基本上都会有 今年我想种一些野炬 野炬的英文名有些不相干 叫做Corn Salad 玉米沙拉 种子包上面的图片都是很容易辨认 豆类 豌豆 甜豆 雪豆之类的都叫做P 种类有很多 Sweet Pea Snow Pea等 蚕豆呢就叫做Broad Bean 其他地方买不到的话 专业的种子店一定会有 我刚刚在West Coast Seas买了一些 硬汤萝卜等小型萝卜 一般就是Cherry Randish之类的名字 华人朋友们喜欢种的韭菜 英文名字有很多 最常见的是Garlic Chives 如果遇到其他一些名字 比如Asian Chives Chinese Chives Chinese Leek Oriental Garlic 等也是韭菜 遇到了可以放心大胆的买 种蒜苗用的大蒜 不需要专门买种子 Costco的蒜头就很容易发芽 接下来是我准备2月育苗的菜 羽衣甘蓝的英文非常简单 叫做Kale 大白菜最常见的英文名字是Chinese Cabbage 乌塔菜种子包上的英文名字 我觉得应该是按照中文读音翻译的 叫做Utchai 也有的叫做Tzai 德国接兰的英文名字是Siberian Kale 最直白的意思是西伯利亚甘蓝 从名字上就可以得到印证 这种植物非常耐寒 雪里红英文叫做Pauleib Mustad 大概了解一下在对照种子包装上面的照片辨认一下就可以了 精水菜的英文也是比较多 主要就是Mizuna 有的叫做Mizuna Mustad 金Mizuna Japanese Mustad Spider Mustad 等 这些都是净水菜 如果想尝试一下用种子来种葱和洋葱 就在商店里找各种Anion 咱们常吃的小葱通常叫做Green Anion Spring Anion Skalian 等 红葱头是Schloss 芦笋 只看包装上面的照片 就非常有辨识度 英文名字也是比较独特 叫做Asparagus 草莓的英文叫做Strawberry 同样可以看图食种子 各种辣椒的英文基本上都是Paper 不同品种就在前面加形容词来区别 比如甜椒是Bell Pepper 彩色甜椒就是Colored Bell Pepper 比较辣的辣椒叫做Hot Pepper等 种类有很多很多 茄子英文名称很简单 就是Eggplant 西红柿基本上都熟悉 根据果实大小和颜色等 不同品种的西红柿 英文名字就是各种Tomato 2月我要种的五种香草 也是很容易买到 茴香苗的英文名很多朋友比较不清晰 囚禁茴香叫做Fennel Fennel的种子就是咱们吃的调料 小茴香 饱饺子用的胡香苗 英文是Dill 做牛排用的迷迭香 在这边叫做Rosemary 小猫咪非常迷恋的猫薄荷 名字是Catnip 树尾草叫Sage 百里香英文名字是Cyme 我准备种的菜地里 吸引蜜蜂的花也是比较常见的 向日葵名字是Sunflower 羊记很多朋友比较陌生 叫做Artichoke 那么怎么知道哪些植物可以自己留种呢 一般种子包上会标名 写着Arium就是传家宝类型 可以收集种子来年种 标名Hybrid是杂交品种 种过之后就不要采集它们的种子了 好啦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咱们下次再见